前面我們講過說 你有極子的話 你這個一定出現在一階答案數等於0的地方 可是一階答案數等於0不見得是極子 那你怎麼樣確定它一定是極子的 就是說如果你的多項思函數的一階答案數等於0 那麼你在比它x這個數小的地方 它是斜於正的 是往上的 然後這個等於α的地方 等於α的地方是等於0 然後切線等於0 然後比α還小的時候 它是大於不是切線大於0 一階答案數大於0就表示切線協力大於0 可是切線協力大於0就是比真 然後這個等於0有一個水平切線 然後比α大x比α大的話 它是切線協力小的 一階答案數小的 這樣這個當然就是一個極大值 所以極大值就是第一個 一階答案數等於0的話 然後你的比它小是一階正的 比它大是一階負的 那這樣子就是一個相對的極大值 那反過來 如果你的α是等於0 但是比它小的地方 那是負的 然後等於0之後 比它大的地方是正的 比它小是負的 比它大是正的 這個當然就是相對的極大值 谢谢大家